已经来到倒数七天了 台大医院的器官强摘疑云却是越烧越烈 柯文哲呢因为曾经担任器官 雀募小组的召集人 所以也被影射跟此案有关 时任院长的林芳玉今天表示 好这篇论文呢 经过标准的审核程序 不认为有问题 不过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认为 施打药物摘除器官的做法 有讨论的空间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苏清泉20号爆料 台大医院曾以药物 让脑死病患心跳停止 疑似强摘器官 影射十任器官雀募小组召集人的 柯文哲与此案有关 持续成为选战的攻防焦点 当时担任院长的林芳玉 22号出席医疗论坛时表示 没有参与研究的过程 不过该篇研究报告 分别由医院的伦理委员会 卫生署与出版社审核通过 不认为认定标准有问题 这个计划我没有参加 但是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 希望在脑死的时候 这个期间 这器官可以 就是更适合使用 出席同场论坛活动的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对于施打麻药后 摘除器官的做法 有不同的见解 心跳停止不代表死亡 打麻醉剂才能够摘除 担心说这个摘除的时候 这个捐赠的人还会 还会跳起来 还有什么动作 真的我是导致怪怪的 不过这个应该 选后以后大家好好去讨论 两位前卫生署长 虽然对于器官摘除的认定标准看法 不同都说的保守 林芳玉 杨志良都强调 医学上对于死亡 有相当严谨的认定标准 等待选战口水过后 才能回归专业讨论 邮件TV中心两立零台北报道